龍頭 龍頭 是嗎 是這個嗎 所以 凱文道敏感的國會龍頭議題 柯建民恰好路過 蔡英文心中屬意誰 不露口風 重要的事情 還是在制度面上面 我們怎麼樣去開始啟動 這個國會改革的這個過程 所招柯建民 不分區立委蘇家權 嘉義縣立委陳明文 都是熱門人選 黨內如果產生院長人選 今天在中場會沒有特別討論到 沒有辦法就民主小投票 我想前面的比較重要 哥倆好搭搭肩 表面低調 但各方暗中運作 已經由委員接到電話 道賀當選似乎在拉票 而未來立法院議長中立化 也是中場會討論議題 分黨主張未來國會政府議長 應降低政黨屬性 避免其涉入政黨事務 而引起爭端 宣示三大原則 政府議長不應參與政黨 活動 不擔任所處政黨任何層級職務 也不參與政黨協調平台機制的 相關會議 據轉述 1月26號 柯建民 將召開黨團籌備會議 針對立法院長改選相關事宜 凝聚共識 蔡英文尊重國會自主 新國會 新動向 新的立法院長角色更顯重要